各位早上好 我是陳一佳 現在在紐約納斯達克 大家來一起關注一下中國股市 在2011年8月2日 星期二開盤前最新一些動態 尤其是歐美股市上一個交易日 最新的收盤狀況 在上一個交易日影響全球股市的一個大新聞 就是來自於國會方面 特別是參議院的兩黨領導和 奧巴馬總統已經達成了新的協議 這樣的一個削減支出在時間中是2.4兆美元 同時提高國債上限 這樣的一個學意可以說影響了全球股市的動態 因為近期最影響市場的就是這樣一個事件 這個事件在上一週引領道指下滑連續6天 當然今天可以看到 亞太的股市受到這樣的消息出現了上漲 當然中國方面由於PMI指數 不及人意出現了縮緊 因此上漲幅度有限 當然也是影響到歐美市場的走勢 歐洲市場是高開 但是走低主要是因為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方面 債券的拍賣並不成功 這樣的一個消息也影響到美國股市開盤的情緒 美股在盤前是大幅上漲 但是盤後在這樣一方面消息也是出現了下滑 另一方面一個重要消息就是經濟數據方面 ISM在7月份的製造業的數據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滑 下滑到4.4到50.9 也就是接近一個持平的狀態 另外整個在建築方面的支出 只是環比增長了0.2% 可以說那這樣兩個數據是打擊了市場的特別看到的 標準普爾是由於健保方面行業的大幅度的下滑出現了縮緊 同時油價在盤前一度出現上漲也是由於經濟前景不看好的狀況出現了下滑 目前原油的價格依然在95到96美元之間 金價的下滑幅度則是出現了收窄 而美元和歐元也是同時受到打擊 在星期天晚上可以看到美元和歐元連續出現上揚 但是目前來講可以說整個交易情緒又開始掉頭了 這兩方面的因素也是看到整個市場的關注 國會兩院投票的新一步的結果 預計國會會在今明兩天 稍後的時間對此進行投票 希望可以在明天也就是 最後期限8月2號的時候能有協議達成 不過現在市場是已經考慮清了這些因素 同時還在擔心是不是會有降級發生 因此還是有一定不確定因素和一些緊張情緒存在的 另外再關注一下中國股市方面 剛才說到這些因素有可能 特別是像原油的價格的走勢 會在今天進一步影響中國市場的一些交易 期貨的價格也會受到美元走勢的變化 產生影響也會影響到中國股市的一些情緒 那目前中國股市 會是戶指一直在2700錢的上下震盪 現在很多的分析師是認為 現在股市在尋找它的下一個方向 能不能通過2700錢到底上上下 可能就在這兩天會清楚了 另外這個銀行板塊 中國方面一直是受到打壓 那是不是能夠止跌也是一個關鍵的話題 同時可以看到 金價以及全球環境是不是能有進一步的改善 也在影響到中國市場的一些消息 另外中國市場在期待新的 來自於CPI方面的一些信息去判斷政策上面下一步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另外再關注一組 從昨天晚間公布的消息 那在今天可以看到 首先一個叫利申製藥的 他們控股股東天晶 中醫藥集團在昨天 表示他們上市時承諾的有10種種藥物的註冊已經基本完成了 另外在今天可以看到 青島啤酒會對他的股東進行分紅的發紅日 那同時順天傳播 則是在網上進行申購 從今天開始 另外有消息稱 初齡信息將從8月3號 就是後天 明天開始了 在深圳交易所進行交易 上市大概有1000股左右 以上就是來自於中國股開盤前最新的一些信息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是陳一家 我們明天再見